好咱们这次讲讲什么呀 咱们这次讲讲这转件 格式工厂 这格式工厂干嘛用的 转格式用的 有什么格式 图片格式 音频格式 视频格式 最主要的还是视频格式 那为什么要转视频格式呢 就比如说我们从一些网站上下的FLV文件 或者MP4文件 或者RMVB文件 我想直接在汇征汇影 或者Premiere 或者Vegas之类的吧 视频剪辑软件里面 剪辑它 但是有个问题 它剪辑不了 为什么剪辑不了呢 就是因为它不支持这种格式 那怎么才能让它支持 它一般都支持什么格式 AVI一般支持 MPG支持 实际这也是MPG 但是它版本比较高 还有什么支持 还有一个是WMV 这都支持 那把这格式转过 它不就能用了吗 包括图片里的 我画了一个图 然后转成ICO 不就变成icon了吗 那这挺方便的 那怎么弄啊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转成什么 转成AVI 什么转成AVI呢 这个进来之后添加文件 哪来的文件 在这儿呢 这儿是这么一文件 唐三藏与灰太郎 然后呢 点选项 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编辑了 那我点这个 你看这是什么变化 点这个底下变化 对吧 底下变化 点这个呢 是这个变化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暂停一下 这停肯定就是跑这来了 这是干什么的 点这个 它是怎么跳到开始前 就是我不断在点这个过程中 怎么样 就是它在播放的过程中 我点这个就是设置开始时间 播放的过程中 我点这个 它就是设置结束时间 那么跳到开始时间 这个呢 跳到结束时间 那么这个呢 就是基本的 这个对时间的控制 当然我 当然我可以细致的到什么 到毫秒 对吧 到毫秒 微秒什么的 那么那么普遍来说 别弄的太细 这个东西不能太细 那么 也就是说 如这个你的视频可能很长 总共视频素材可能很长 这很长视频素材 比如说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的视频素材 但是我可能只要20秒的 20秒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我怎么办 哎 我不能说这卡 可定口猫了 这个就卡这么20秒 那怎么办 前流 天 后 流地 对吧 就是前面流出那么五六秒来 后边 流有负雨 流有余地 哎 这时候你 你要细抠 到那个视频剪辑软件里 你再细扣去 哎 基本是这么一思路 再往后看 这是什么呢 画面剪裁 什么叫裁剪 什么意思 哎 那那我 那我看一看吧 哎 这往这边拖 哎 往这边拖的时候 什么在动 这个往这边拖的时候 什么 什么在动 哎 什么 什么 什么在动啊 哎 那那你可以看啊 这个往这边拖的时候 一号和三号 这个值在动 这往这边拖的时候 谁在动 哎 这个 这 这个拖的时候 三号在动 那显然这是什么 什么在控制 这个 这个是宽度 这是左边距 对吧 这个呢 显然就是上边距 那 那个就是高度 对吧 哎 高度 那么这个时候选差不多了 哎 那么那么后边呢 那么音缘是干什么用的 音缘 音缘肯定就是 不是说这个好音缘 是吧 哎 原因啊 你想什么呢 这个原因频 就是说可能是VCD什么的 VCD比如说 他有一个国语声音 有一个粤语声音什么的 哎 这这 这时候再再调 字幕语言可以选择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只有一个字幕 这个 这个再看一下它的输出配置 输出配置啊 这块有什么呢 这块有这个视频编码 有什么样的视频编码 这可以选 对不对 目前最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H.264 还有XYD 还有DVI DIVX 那么这三个是最常见的 最最常用的 哎 你可以选 就是压缩比 他有不通 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哎 一会儿咱们讲一下 屏幕大小 长啊 宽啊 高啊 哎 他比例啊 他他通过比例来调啊 还是通过这个 这这这这这这个 这个具体的像素来调 缺整就是原来的 哎 这是什么呢 这个比特率 这个都是视频流的 视频流的控制 啊 缺整就是就是就是越少越好 也不是越少 就是合适 合适为好 那么那么因这个这个 每秒帧数呢 这这也是原来 比如说原来是24帧 那那你现在还是24帧 就是缺少 那么如果说你要强制的给他转到一个什么帧数 那那那你就是修改了 宽高比 就是原来就跟那电视似的 哎 怕一下4比3变16比9 16比9变4比3 那肯定有点变形 二次编码是说 他他压缩的一次 他渲染一次 再渲染一次 就二次编码了 这是视频流这一块 音频流有什么呀 音频流有这个 音频的压缩编码 一般来说就是MP3跟AC3 哎 这两个是用的比较多的 这这个 VBR什么意思呀 V这个VBR啊 这动 Variable bitrate啊 动态的 就是有数多有数少 这不确定 采样率 采样率哎 44.1 比特啊 这音频音频 他也可以控制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带宽是吧 然后就是音频的声道数 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单声道就可以了 是吧 关闭音效 音效关不关闭 讲说原来这个这个他他这个视频 他的音量比较小 调大点怎么办 哎 那我加6个DB是不是就大了 还小再加 哎 声太大了 怎么办呢 调小一点 这这个一定要适度啊 这核实最重要 字幕 字幕怎么怎么来啊 哎 比如说这他就有一字幕 他字幕就加上字幕了相当于 字幕的字体大小可以选对吧 缺少 大字幕小字幕哎 当然这些字幕这些都可以通过这个播放器来控制一般 去水印什么给他加一个图片对吧 加一个logo贴上去啊 什么什么什么字幕组对吧 那字幕怎么做呢 哎 比如说我我我知道一个叫简单SRT制作工具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哎呦 你可以自己搜啊 这个这种小软件特别特别多 那么那么我我我我我也是搜到的可能不是最好的 那那那你如果搜到更好的那更好 那么有有有有咱们看时间有没有时间可以可以聊聊这 那么这个是旋转是干啥的呢 哎 就是转圈转圈 这个上下电脑就是说你那显示器他他有时候拍了这东西 他是到拧个了哎 拧个再怎么给他拧过来哎 上下电脑左右电脑交错反交错哎 这些都是这一块内容那么这个时候你决定了差不多成就这样啊 截取片段是这样然后你确定 你就哪怎么办 开始就输出了哎 这一个视频就开始转化了哎 开始转化转化到哪了呢 转化到哪了呢 哎 这一个什么输出文件夹 哎 点点击这个输出文件夹 哎 我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到到这么这么一个输出的文件夹 这个这个时候再看看他 这个视频还挺小的是吧 哎 真真宽度 那么这个时候播放一下他 哎 看字幕都嵌进去了 是不是 哎 这这这 这这就转化完成了 哎 那你说我已经输出了这个视频了 但是我这个视频还是不能导到这个视频剪辑软件里怎么办 哎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哎 比如说还是AY转到AY 这时候你这个就是你你设置这个这个输出选项的时候啊 你可以设置什么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MPGR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这种这种这种编板格式 这个这个支持了非常广的 就是说呃比较古老的这个这个这个都都支持啊 啊 这个WMV啊 这个也是大多数都支持的 所以你会看到上面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干什么用呢 比如说我随便点一个卡一点 这是什么 底下是什么 是不是就固定固定好了 这这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套餐啊 哎 比如说我要HD486 这个480乘360 XYD的方式 那就一定是480乘360 然后是XYD 然后真频率 他不像这个默认啊 他不他不像这个这个东西 他都是缺省的 他都是适应去适应那个 那个原始素材 保留更多的这个视频信息 但一旦你选择某种套餐之后啊 选择某种套餐之后啊 不管是这个高度宽度啊 高宽比啊 包括音频解码格式啊都确定了 他就专门给某一类的这个 这个MP4或者或者什么移动设备 或者手机或者什么东西看的 就专门给这一类东西看的 比如这个 哎 这就相当相当高了 这个 哎 这个 就直接转过去了 就就直接转过去了 那么那么就相当于套餐嘛 哎 点这个套餐这个套餐 点这个套餐这个套餐 那么一般来说什么呢 高质量 这就是默认套餐 默认套餐就相当于 这个 就全都是默认的相当于 那么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 默认他能够保留保留里面 更多的一些信息 那么 点轻功率 还有一种方法 是什么呢 点选项啊 选项里面有什么呢 这是输出文件夹 首先这有一些 有一些常规的选项 就是你这输出到哪 是 原原文件夹呢 就是跟那个输出 就是哪 哪来的来源 就输出到哪去 然后 你翻证后 关闭电脑 这别下点 那么 这个普通操作 这些一些音效的 字幕字体 这个字体啊 可以选什么呢 可以选一些 可以选 选一些这个 现成的一些字体 就是你的字幕显示出来 用什么字体 包括这个 一些字体颜色什么的 这个就是 你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 一些解码器 安装到系统 为什么我的 有的东西 媒体播放器 播放不了 但是他这个 这个 完美解码之类的 或者射手 他就可以播放 为什么呀 你得安装这些什么呀 安装这些解码器 安装到系统 然后 这个 RMV 这就是一些具体的 这个 这个视频方式的 这编板格式的 一些具体设置 咱们说 刚才最常用的是 三种 实际上 总共这块列出了 有五种 RMVB H.264 DIVX XYD 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里面具体的参数 就是比较复杂了 比较复杂了 那么 那么你如果要修改它 你应该就是 针对自己的视频 有一些 有一些特殊性的时候 在设置它 那么 那么这些视频格式 实际是相当多的 对吧 可以说我见过的 最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能够转到的 视频格式了 包括音频格式 以前我遇到一个事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AMR 从AMR转成 比如说MP3 这转不过来 AMR 这文件呢 是录音笔里边的文件 转了半天 转不过来 必须得什么 这我搜很多东西 比如说AMR2 MP3 这个搜了半天 它是有一些 但有些很不好用 那现在呢 有一个东西 能够把这东西集成起来 这样是不是就省了 这个找的时间了 比如OGG什么的 图片 把这个BMP转成ICO 这样我画出一个东西 就能直接出来一些小图标了 这是什么呢 这个CD抓鬼 CDA文件 就是我CDA文件 原来的老CD 不能直接转成MP3 怎么办呢 得抓鬼 怎么抓鬼 这个种方法 CD文件 转成音频文件 DVD转成视频 这就可以转出来 包括DVD转化什么的 还有什么呢 视频合并 视频合并 比如说 我这有12345个视频 然后给它连在一起 是不是也能完成一些 小的剪辑的工作 音频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12345 给它连到一起 连成一个文件 连成一个文件 混流什么意思 点开了之后 有视频流 有音频流 有左右 有 然后怎么办 给它连在一起 是吧 多媒体信息 这回头又说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视频 到底它是怎么把它放到 这个做出来的 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 它非常简单 挨着铝就成了 实际上这过程中 分成两块 一块是什么 一块是手在动 对吧 比如说静音了之后 手在动是 是一个 然后手在动之后 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 有声 又有影 又有声 是什么 就是 有video 又有audio 放在一块 interleave的 这就叫什么AVI 就叫视频了 那么它有几块组成的 光有声不成 光动不成 这俩加一块才成的 基本属性 也是由这两个组成的 一个是能动的画面 就是视频 视频有什么呢 高度宽度 高度宽度一确定 就什么确定了 大小确定了 长滚比确定了 对不对 针频率 那针频率 一张就是一针 一张就是一针 总共有多少针呢 一秒钟多少针呢 你可以12针 也可以24针 等等等等 这就是什么 针频率 然后还有什么呀 压缩算法 对吧 你这到底怎么压缩的 那这次咱们就主要讲解 这个视频压缩这些内容 采样频率 音频这一块 有什么采样频率 量化位数 声道数 还有什么 也有压缩算法 对吧 那么 那么这个是 什么叫采样频率量 那你百度一下 搜一下 是不是就知道了 以前也做过audition的视频 这就不再啰嗦了 按照承载方式 这个媒体总共分成几大类呢 那么这个按承载方式呢 就分成这么多种这个媒体类型 媒体类型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第一种媒体是什么呀 感觉媒体 什么叫感觉媒体 视觉 是不是就感觉 听觉 是不是感觉 味觉 嗅觉 触觉 是不是都是感觉 这一类的媒体叫什么 感觉媒体 有个感觉媒体 就有表示媒体 什么叫表示媒体呢 就是说 通过某种编码方式 把这个 这 这种 这种感觉记录下来 你比如说 我们说红色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字 对吧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编码 他记录的什么呢 记录的是 我们看到视觉当中的 某一个波长的 这这这种颜色 对不对 比如这个声音大 声音大 记录什么 响度大等等 这这些 这个文字记录什么 记录音频里面 里面 它的一些 一些特征 音量大 音量小 这都是一些 一些文字的编码 那除了这些文字 编码 还有什么 还有图片的编码 这图片呀 哎 为什么JPG 它实际上 说白了是什么 是一些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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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文件 对不对 那么这些0101的文件 怎么就看出来 就是能是一个图 怎么就是一个照片呢 怎么就 就是一个海报 怎么看出来的 0101怎么变出来的 那就得需要有一种 解释体系 把这个010101 翻译成什么呀 可见的这种 一张图片 可见的这种 这么样 一张图片 这翻译的这个过程 就经过一个编码的过程 就0101 它是怎么变成 能看得见东西的 哎 010101 它是怎么变成 能听到的声音的 哎 0101 它是怎么变成 能看得见的动画视频的 这个过程 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一个编码的过程 有什么样的编码呢 比如说文字的编码 哎 Gb2312 哎 文字编码 这就很像什么呀 就就像 就像我们把一个 一个商品 加一个调性码似的 以后这个调性码 就代表这商品 多少钱 你刷一下就成了 哎 就这么一编码的过程 那JPG 它这 它这里头是怎么编码的呀 哎 这个 这个音频 它是怎么采样的 怎么样编码 怎么最后就能听到声了 这0101和这是什么关系 哎 这种比如说MP3就是一套这样的关于0101和听到的声音这样的一套关系啊 JPG就是关于010101和这个能看到图像这样的一套关系 那这个视频呢能够看到动动的图跟这个音频 那么它是怎么和这个AVI文件 这个010101 它是怎么和这个AVI文件之间产生这样关系的 哎 是不是也是一套关系啊 哎 这种类型的叫编码 叫做什么呀 表示媒体 再往后是什么 显示媒体 这个东西能显示在一个地方 显示到哪呢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显示在显示器上 还能显示在哪 音频显示在音箱上 对不对 除了一般来说都是输出媒体 你发现了吗 输出媒体 对吧 除了输出媒体 输入媒体是不是也是啊 哎 也是啊 显示媒体 那么再往后是存储媒体 什么叫存储媒体 U盘 存这个 存这个图片存在哪啊 U盘上啊 光盘上啊 还是什么 还是这个这个这个硬盘 移动硬盘上 等等吧 哎 那怎么传输呢 哎 可以有什么 可以有什么样传输方式 这个蓝牙 光线 网线 无线 是不是都可以传输啊 这种传输当中过程 那需要是不是也通 需要一个中间的媒介给他传过去 中间的媒介是什么呀 哎 传输媒体 那么我们这次讲的这些媒体都属于什么呢 属于视频的这种表示媒体 就视频是怎么编码的 这一次讲这个 那这一他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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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分方式是谁规定的呀 哎 叫ITU底的CC ITT啊 你看就是因为一堆英文单词 是吧 哎 这到底是谁谁谁规定的呢 哎呦 星际同学 当然他仅仅仅是一种这个划分标准 对吧 哎 那么实际上我们平常这个知道的这个信息量和数据量有什么关系啊 数据量就是总共的总共多大 信息量是什么呀 信息量是里面有用的信息是是是是多大 冗余量呢 就是就是数据量是一个大小 信息量是一大小 还没有没有没有多大多大作用的信息 那就是什么 冗余量 比如说吧 一个播音员一秒钟 哎不是一分钟 能录录180个字 那么一个汉字比如说是两个字节 那么一分钟他能录多少个字节啊 KB啊 哎0.35 对不对 差不多吧 哎 这什么意思啊 一分钟180哎 这一分钟多少字节啊 一分钟是360个字节 360再除以1024哎 一个字节 一个一个1024个个字节不是等于一个KB吗 哎 除除在多少 0.35 同样还是这些文字 我不用这个文本的方式来存储 我用什么方式来存储 我用音频的方式来存储 这个时候 他就有彩样频率啊 量化位数 他算出来的这个一分钟的数据量是多大呀 660K 同样是念这些字 为什么有的是0.35K 有的是660K啊 差了那么老多 为什么呀 因为一个存储的是文本信息 另一个存储的是什么 声音信息 对不对 那这这当中是不是存在一些冗余啊 但那个冗余是什么 实际是这个人阅读的时候的这种语气表情 对吧 语气的声音的表情 或者说同样同样一句话 比如说你可真好 你可真好 哎 这四个字啊 你可 真好 那那那用不同的语气表这个表达出来是不同的感觉 比如说 说 你可真好 你可真好 真好 就是说真特别好 哎 如果换换一种换一种读的方法呢 你可真好 你可真好 哎 这什么感觉 这不太一样 对吧 哎 这就说他不好 哎 这实际文字是一样 但 但是这里面是不是存在冗余啊 就如果你只认为我我需要的 我需要的就是这些文字而已 不需要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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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气的表情 就不需要不需要越越这这这这过程 那是什么 那那那些就冗余是吧 你说我不用这个11.025千千赫兹的这个采样频率 哎 你说这千赫兹这个实在听不太懂 是吧 那怎么办 哎 搜一下OEasy空格Audition 哎 这这这那那块采样频率啊 量化位数啊 声道数啊 这这些都说的很清楚 那么如果是22.05千赫兹的采样频率 是不是又比他多一些 哎 你说这声音的表情是不是基本记录下来了 但是他更精细 哎 更精细一些 那有没有可能说彻底的 把这个声音完全复制还原出来 那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要无限小 那是实际是不可能的 那到底什么是冗余呢 实际冗余只是你认为他是冗余而已 哎 只是在计算机这个过程中啊 就是你你你你把一个图片 同样的图片 同样的显示大小 他他他有的时候就可能产生冗余量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哎 那咱们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冗余 比如说第一类就是空间冗余 比如说有一个图啊 是一个海天相接的一个大海面 另外一个图呢 是一个城市里的夜夜色啊 灯火灰黄五光十色 这两两个图片 你说那俩图片一样吗 显然不太一样对吧 一个是海天相接 第一他就颜色比较比较简单一些 基本都是靠蓝这个这个对吧 第二他颜色比较近似 而城市里的那种那种霓虹闪烁的那种感觉呢 他可能就是各种各样颜色都有 哎 各种各样的这小块小块 每一个细节 他的颜色都是不一样 变化多端的 那么实际这里面的不同造就了什么呢 就有可能存在这种空间冗余 你比如啊 有这么一个图放过来 实际上如果说原来我们按什么 按bitmap或者说未图的方式来存储的话 我是怎么存储这个图的 比如这块是一个像素 这块是一个像素 这块是一个像素 那么是不是每个像素点都得存它的RGB信息啊 每个像素点都得存到RGB信息 每一个小点都得存 一直存 是不是这些点都需要存啊 但是这些这些点 它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啊 就这一大片区域 甚至这整个的这一这一块区域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的颜色是相同的 至少在这个图像里面表现出来的是一样的 那我是不是用不用每一个点都去存它的R 存它的G存它的B啊 哎那没有必要 我只需要存一个RGB的信息 剩下的记录这个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 那这样的冗余呢 就是空间冗余 包括这黑的 我是不是记录的一个点之外 剩下记录哪些点是黑的 哪些点是这种这种这种茶色的 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 那比如说这块有两张图 左图和右图 我的问题是 左边的空间冗余大呀 还是右边的空间冗余大呀 显然左边的空间冗余大 为什么呀 因为它相对来说 简单一些 它可以基本归纳成两种颜色 你要说细分的话 假如这可能可能这个颜色非常非常多 但是如果从大面上来分的话 它是不是就比较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颜色非常非常多 它呢 基本化分成两颜色 然后就可以压缩了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这个能化分成两颜色吗 这不可能对吧 再看这么俩图 一上一下的 我们上边的空间冗余大呀 还是下边的空间冗余大呀 那显然上面的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颜色是不是更近似一些 这里面色彩是不是过度 包括有绿颜色 这个这个这个很模糊的一些一些点 它色彩信息更丰富一些 你要非把它转化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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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的点 它可能就有一些丢失 而这个它本身就是很相似 所以它的空间冗余怎么样 就大一些 我们再看这这么两个图 这个这个就不是静态的了 它什么样的 它是动态的图 能动 我它左边的空间冗余大 还是右边的空间冗余大呀 显然左边的 为什么呀 因为这基本上背景都是一片大白 对不对 它存在 它有有可能压缩的比较小 而它怎么样 这里边的这这这一块一块砖是 是不是都不太一样 哎 都不太一样 哎 那么空间冗余之外 还有什么冗余啊 就是时间冗余 什么叫时间冗余啊 哎 这有一堆定义 那么就这么一事吧 哎 以前我经常听听这个这个在马路上啊 我走着哎 就听着听这样的声音 什么声音呢 倒车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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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车哎 实际上听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是倒车请注意还是请注意倒车了 反正车车轱坏 哎 没没了 没没了 这不这不老说 到底是是什么呀 实际这个过程中存在什么样的冗余啊 存在的冗余就是时间冗余 就是它是一个循环 开始就是结束 开始就是结束 在时间上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啊 比如说同样的古典 当当当当当 我这么巧 是不是同样的这个时间冗余 哎 从时间上哎 这这一段时间跟下一段时间 它是什么呀 它是相同的 哎 这种叫时间冗余 你看这图里是不是就有一些时间冗余啊 是不是有些时间冗余 实际上你想吧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这么两大类的东西 一个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空间 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时间 哎 这里面存在的冗余叫什么 空间冗余 这里面存在冗余叫什么 时间冗余 实际上这两类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这个因素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世界就这么点事 一个是空间 一个是时间 为什么就这么点事 因为我们从存在那一刻 从宇宙诞生那一刻 就诞生了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叫空间 一个东西叫时间 世界是没有其他东西了 那么我们实际就不断在把握时间跟空间 但是不同的文化对这个两个是不同的比 不同的侧重 那么中文是对什么什么更侧重一些 对空间更侧重一些 为什么呀 因为中国的汉字是什么样的 哎 你看这这个字 哎 放到这来 它这个整体感 它是空间的 而英文什么呀 英英文比如说big 它总在区分 这个是big呀 还是bag呀 还是bite呀 啊 还是bike呀 bike 还是 back 还是back 还是black 哎 它总在区分 它在找不同 找不同 找找不一样地方 找不一样地方 而中文怎么样 找相同 找相 哎 找相 什么叫相啊 拿眼睛 看一个木头 这个东西相什么 它总是找相同的地方 找综合的地方 找相似之处 哎 比如东 为什么东啊 一个木头 哎 这块起来太阳 太阳正好升升升升升到木头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方向叫东东东方 哎 他总是找一个综合的感觉 所以我们更注重什么 注重共性 我们看一个东西 更注重共性 这个东西 像什么 而英文什么 更注重个性 这个东西怎么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特殊性 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更看中这个 我们更看中相似的地方 好 那这是什么 这是空间冗余 对吧 时间冗余 空间冗余 再往后看 还有什么 视觉冗余 什么叫视觉冗余啊 你比如说 哎 我有一张什么呀 高中毕业照 哎 这个高中毕业照 你拿到手之后 你会先看谁 先看谁 肯定是先看自己 对不对 哎 为什么呀 哎 这是一规律 哎 这是一规律 人总是先找自己 对吧 第二个看谁啊 第二个看谁 第二个看谁 那肯定看那个 这个暗恋对象 对吧 哎 暗恋对象 这都这样的 那其他的人 可能是不是就相对来说 就不是那么关注 哎 有的时候就忽略掉了 哎 叫什么 就有可能产生这种视觉冗余 对不对 有的地方清楚 有的地方不清楚 比如说 你关注的地方就会清楚 你不关注的地方呢 哎 你就不太关注 实际这个地方就存在一些冗余 比如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头发丝 一根头发呀 这是什么 这是一根头发放大放大放大 无数大 哎 这根头发怎么样 被烫了一下 又被染了一下 又被卷了一下 总而言之 被摧残的挺厉 所以说尽量不要去去毁坏自己的头发弄弄弄卷什么的 我觉得弄卷很怪异 那么那么 那么这个 就照一张照片 比如照一张证件照 一寸照片 有没有可能把头发照的精细度这么清晰啊 可能性有没有 肯定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为什么有可能的 因为这本身就有可能 就是你相机就这么清楚 哎 就能照出来 但是有没有必要啊 就是我现在就要一个一寸照片贴贴贴这个学生证或或者什么身份证之类的 有没有有没有必要照这么清晰啊 头发都这么清楚 没必要 因为什么 因为我看的时候 眼睛会分辨不到那个显微镜的程度 那这里面的大量的细节 那么那么对于我来说都存在什么 存在一些视觉冗余 就是一张照片 他分辨率300就就已经差不多了 你非要弄到30万 分辨率30万 一个英寸里面30万个像素 你这看你一个英寸多小啊 你能看出这么这么多个点了吗 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怎么办 是不是这文件实际很大很大了 那这里面存在什么冗余 就是这个视觉冗余 对吧 最后听觉冗余 耳朵也不可能听到所有的细节 对吧 比如说我在这喊喊喊喊 很大声喊 突然间你看这个拍了一下后腰 轻轻拍一下后腰 这边喊的过程中 我现在就拍了一下后腰 你说你能听见吗 听不见 对吧 但是如果说我不喊 这样拍一下 你有可能听见 对吧 这个过程啊 实际上就就就是视觉冗余 这边一大声音 这边相对一个小声音 那这小声音怎么样 哎 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忽略不计了 那么这类冗余是怎么造成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容易集中精力去看一个东西 集中精力去听一个东西 那么就会专注在这点 就像我们捕获一个猎物似的 哎呀 我该这块要捕获一猎物 然后就眼睛就看这个 其他就看不见了 有点像什么呀 螳螂捕蝉 不知黄雀在后啊 哎 这就是你看不见后边 你 你 我的眼里只有你 这感觉 哎 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感觉 哎 那么这就是什么 视觉冗余 听觉冗余 还有什么呢 结构冗余 比如说你看看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呢 地板 或者天花板 或者瓷砖之类的东西 它是不是有什么 有强烈的结构 空间冗余是什么呢 空间冗余是相似的一个一个点 这是什么呀 相似的一个一个块对吧 哎 一个一个块 这些相似一个一个块 它在这个结构上怎么样 存在着纹理 对不对 比如说地板砖 哎 比如说瓷砖 哎 它是什么呀 它是有一块一块的类似的地方 它这里面就存在什么冗余呢 结构冗余 这种结构冗余 是不是我记录一个就可以了 剩下怎么样 哎 我把这块记录下来之后 这个位置也是 这个位置呢 也是 这个位置呢 还是全都是哎 记录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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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理就可以了 那么再再往后看 哎 这这你看这这什么 这是一个鸟对吧 这里面存在什么样的冗余啊 首先空间冗余是肯定有的 对吧 哎 这大片大片都是空间冗余 哎 那还有什么冗余啊 时间冗余有没有 实际上他们在飞的过程中 有一个规律就是什么 一会排成人字 一会排成一字 又变成人字 又变成一字 实际上它是有什么 有一个周期性的循环的 那么这个冗余叫什么冗余 时间冗余对不对 除了空间冗余 时间冗余还有什么冗余啊 是不是有结构冗余啊 这个鸟和这个鸟是不是相同了 哎 是不是就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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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东西啊 哎 就像flash一个原件似的 哎 那么这这这这里存在什么冗余 哎 存在结构冗余 对不对 哎 再往后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哎 给它缩放一下 全屏 这是这是什么游戏啊 哎 一个一个俄罗斯方块 对吧 哎 这个过程中你会注意的 哎 暂停 那么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有什么 什么冗余 实际上是什么冗余 这一片黑跟这一片黑是不是都是空间冗余啊 这块基本没动对吧 基本没动 还有什么冗余 还有什么冗余 时间是不是也有冗余啊 为什么时间有冗余 比如说这一块从时间上它是不是就没动啊 从时间上它就没动对吧 空空间上这些都没动 哎 时间上也没动 哎 时间离不开空间 空间呢 也离不开时间 哎 这就是相通的 那么时间是在你说只有时间没有空间会怎么样 哎 那就不知道这个时间发生在哪只有空间没有时间呢 哎 就就不知道这个空间的状态是什么样 它它它它是一个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事物 所以时间空间一定是连着的 那么它有什么编码啊 哎 比如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文理之类的 哎 文理之类的哎 这就可以编成一块对不对 哎 有结构对吧 有结构 这是不是都是所谓的一些一块一块的结构啊 也就是说我这个蓝方块跟 比如这个这个L 这不是这个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是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是不是就存在相同的结构 对吧 哎 这这这里面就存存存存在着这这样这样这样的冗余 那么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样的冗余呢 知识冗余 什么叫知识冗余 就我们常说的这个翘鼻画就是一种知识冗余 比如说什么呀 哎 小葱拌豆腐 什么一清二白呀 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这是不是怎么样 你说个前半句就知道后半句 哎 考试的时候尽可能考这样的是吧 哎 深屋彩凤 双飞翼 下下句是什么 上下句了 哎 知道下句说上句 哎 知道上句 深屋彩凤 双飞翼下句心有灵犀一点通 那还有这成语啊 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大惊小就会想到下一个字什么 是怪对吧 哎 就这意思你大惊小下一字是什么 包括这个这个邪后语说这个这个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是吧 雅不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哎 是不是都是都是知道上半句就能讲到下半句 实际上我们这生活中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知识 是吧 各种各样知识 比如说那这块有一个知识 什么样知识呢 这个知识啊 是这样的一句话来描述的 用语言来描述这个知识 这个知识呢 是人 有两只眼睛 这个是不是一个知识啊 哎 这是知识 对吧 哎 这知识你知不知道呢 这你肯定肯定得知道 而且这俩眼睛呢 还不是一般的俩眼睛 它是一左一右 乘水平对称 你看一左一右啊 乘乘乘这个这样的水平的对称 它不是轴对称 是吧 上面一个 下面一个 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左一右 中间以鼻子这个为轴 这是不是也是知识点啊 哎 这个知识点一定要清楚啊 这些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假如考试 哎 考ABCD 它是轴对称 还是中心对称 是水平对称 垂直对称 哎 那选什么呀 哎 选 以鼻子为 以鼻子那条线为轴了 水平对称 还有什么 嘴 眼睛啊 一定在嘴的上边 为什么呀 哎 这一定要记住 是吧 一定要死记硬背的记住 为什么要记住啊 哎 假如说考试 嘴在眼睛上边 对不对 上下其实都是相对的 但是说 嘴长在脑门上 或者这个眼睛长在嘴的下边 这对不对 这应该说不对 是吧 哎 那怎么吃饭呀 用脑脑脑的关吃饭 是吧 这 这 为什么长这样啊 为什么比目鱼长成那样啊 哎 为什么马 它是一边一个呀 哎 这个实际上 它都是有原因的 哎 为什么我们的耳朵 有人能动 有人不能动啊 你的耳朵能不能动啊 为什么 有人耳朵能动啊 说这个宰相流浪锅啊 有耳朵能动 为什么能动啊 实际上早期是不是就是那个马的耳朵就能动啊 但是马的耳朵能动呢 他马的脖子不能动 对不对 马听什么声 动耳朵就成了 马的脖子不能动 那怎么 哎 他又来不来去动耳朵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后来这脖子是不是就可以 你你你转转弯 你脖子是不是能拐个弯啊 能不能活动这关节 能活动吧 哎 这个时候是不是耳朵动的这个 这个功能可能就一定程度上不怎么用啊 我们不用耳朵动 用脖子动了 那这功能就退化了 但是有些人呢 还没有退化完成 或者说还没有 还还保留着这方面的功能 所以有的人耳朵就是能动的 对吧 哎 那么那么那么这这些呢 这个眼睛啊 这这这实际都是知识 对吧 但是这些知识呢 哎 你都知道 那有些知识你不太知道 哎 这就是实际上 实际上是各种知识啊 只是人们从不同的侧面总结出的一些话语而已 那没有说绝对的 但是呢 他某某某种程度上是对的 这种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冗余叫信息商冗余 什么叫信息商冗余啊 哎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商的概念 哎 复杂度 复杂度 他表达的是什么呢 他表达的是这个 这个信息 这个数据所在的信息量少于数据本身反映出来容易 也就是说 这个一个因素 他可能是比较简单的能够编码出来的 有些呢 是一种可能 有些两种可能 哎 这个这个实际上代表什么呢 有些比较简化 有些比较比较复杂 这就是商 这是一热力学概念 那么具体来说是怎么回事吧 就很像这个罐头 把它怎么样 给它压缩 为什么有有些东西能给给它压缩到压缩罐头里面 杀定鱼罐头 哎 你问他有地方可以压缩 哪些地方可以压缩呀 哎 比如说这有这么一个 一个什么呢 照口令 打南边来了个哑巴 腰里别了个什么喇叭 打北边来了个喇叭 手里提了个塔 然后怎么样 就就就就就这么一个绕口令 那么这绕口令呢 他他这里面就总共总共啊 就四个东西 哪四个东西呢 一个是哑巴 一个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四个名词吧 应该应该说 一个是喇叭 一个是喇嘛 一个是塔嘛 哎 这绕口令 那么这绕口令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把它 归纳出一个字典来 就是刚才不是俩字吗 我给它改一下 改成一个字 我把这个变成甲乙丙丁 四个字可以吧 哑巴变成甲 喇叭变成乙 哎 这俩一个饼一个丁 然后这边这个是不是就改了 打南边来了个甲 腰里别了个乙 打北边来了个饼 手里提了个钉 提着钉的饼 要拿钉换别的乙的假的乙 哎 这是不是就 绕口令人味儿没了 但是意思能不能能不能翻译出来啊 哎 就跟就跟拿一个编码 拿一个字典似的 哎 我这词不认识 怎么办 查一下 那么通过这个字典 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过程 这个字啊 就说这里面所有的字 包括这字典俩字 这些字都算上 这边的字是多少个字呢 哎 跟这边的字 他比较一下 原来是多少个字啊 134个字 现在多少个字 使用字典之后多少个字 118个字 但是使用字典之后 这个有没有信息的丢失啊 有没有信息的丢失 通过这个字典 加上这个 这些 这些这个 原编码的 是不是 有没有信息的丢失 没有信息丢失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这样 就说通过这个 我完全能够还原到这个 对不对 那他是怎么完成的呀 他就利用这里面存在一些什么 信息商的冗余 什么叫信息商的冗余 有些东西经常出现 怎么样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编码 他是不是有编码 有什么决定 由这个东西本身的 复杂程度 决定 还有他的这个 出现次数决定 出现次数对应着什么呢 对应他的这个 在整个中 整个文本当中的 出现的频率 如果这个东西特复杂特复杂 而且又经常出现 经常出现 那怎么样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编个码啊 对不对 这一类冗余就信息商冗余 实际上呢 我们我们这个电脑里的信息 都是这种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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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的 那么怎么压缩呢 怎么找到这些喇嘛塔嘛 哑巴 还有什么 反正是这个喇嘛塔嘛 哑巴 还有什么呢 喇叭 对吧 四个 怎么找到呢 那就看到的重复 对不对 比如八个一个字节 为什么这个字节 跟这个字节是相同的 为什么这三个字节 跟那三个字节是相同的 可能就是因为 这一块颜色 跟这一块颜色是相同的 对不对 那实际上压缩的什么 冗余 空间冗余 换句话说 空间冗余 在我们这个编码的数字上面 是不是可以看到 那时间冗余 是什么样 还说空间冗余 这一片的 比如说一个16乘16的一个矩阵 跟这边 这一片的 比如说16乘16的矩阵 它是怎么样 它也是相同的 就跟那俄罗斯方块的 这块有一个方块的 它一直往下掉 它为什么这个 它一直往下掉 是不是也可以编码 也可以编码 对吧 也是空间冗余 对不对 当然也可以 也有结构冗余 这一方块 俄罗斯方块往下掉 它总是这个东西 它不变 后边背景 它也不变 这个东西 它往下掉 本身不变 它往下掉 后边背景 在不断替换 不断替换 还有什么呢 还有时间上 时间上 就这一段时间里边 这一片区域 它这个基本就没变化 我用不用一针 一针一针保存它 不用 我只要保存 比如说这个俄罗斯 这是一个俄罗斯方块 这什么 这上面 这是底下 这上面计分的 什么什么什么 乱里巴刀的东西 这除了那个 写树那块有变化 这一片 就一个人玩的话 这一片 基本没变化 对吧 包括这个边框什么的 在每一帧都一样 我是不是每一帧都得记录 每一帧都得记录 那是不是就太麻烦了 而且这些 是不是都每一帧都一样 每一帧都一样 可以怎么样 可以有时间的冗余 可以压缩 对不对 压缩完了 这时间冗余 它又怎么样了 它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变小了 那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说到这些冗余 跟这些数字 时间是有这种 这种对应关系的 那么 这个实际上 还有一些信号的 这个表示方法 比如说我现在有六类不同的信号 什么叫信号呢 比如说色阶是不是可能是一种信号 最亮的地方 最黑的地方 我们是用255个阶梯来表示的 当然它这不是255个阶梯 是六个阶梯 那怎么办 怎么把这个东西编码 怎么编码呢 第一种编码就是 每一位是一个数字 那就是什么 第一个是第一位 第二第二位 第三个第三位 第四个第四位 第五个第五位 第六个第六位 那么它这种编码方式的好处在哪 加减好算 对吧 这个5加6之后就能知道 知道它这个既有5这种信号 又有6这种信号 这这这 但是这信号应该应该是就一种 但但是总体来说 它是比较好好找到 这么这么一个数值 它比较简单的一种 黑这种编码方式呢 就是一个 每次加一 二进制的 一二进制的10 二进制的11 二进制的100 哎 这是不是每次加一啊 但是这种 它它是不是还存在一些冗余 存在什么冗余 存在冗余 就是有一些东西 它没有用到 比如说000就没有用到 还有什么 最后的那个111 是不是也没有用到 这一块 是不是就相当于 没有把这个整体的 这个这个 可能用到的空 虽然你看这比这少多了 这是6位 这是3位 但是还有一些 可能没用到的地方 还是有一些冗余 实际上这个 各种算法都有 这个主要的思路 就是说 外国人有 有一些算法 这些压缩的算法 比如说 这个 说是 说是这个 什么恩魁斯特 香农 还有什么 哈夫曼 这都是一些 一些 一些编码的方法 但是你如果 就按照他的这种 这种概念和模型 理论去去走的话 永远不可能超过他 那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编码 怎么怎么有呢 当然得好好学人家 这些是吧 他的思路就是根据频率 根据频频率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比较复杂的 或者比较长的东西 他频率比较高 频率比较高 他复杂度又比较高 那么每次每次都相同 那怎么样 就可以可以存在压缩编码的可能 那么那么基本 基本这个思路肯定是这样的 就是找相同 为什么相同 时间冗余 空间冗余 也有可能视觉冗余 这个过过分了 就视觉冗余 结构冗余等等吧 找相同 那么这个这个视频文件 这个压缩呀 实际上是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很像什么呢 很像我们这平常这个压缩文件似的 这也压缩 那也压缩 压缩文件呢 就是从一般的一个文件夹 卡给他变成什么 一个R12 或者一个Zip包 这过程叫什么呀 叫做压缩 反过来叫什么呀 叫解压 对不对 解压 解压 这个这个解灵 还需洗灵人吗 解药似的 把这个压缩之后 压缩之后就 除非你用这个打开 要不然你就看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就得解压才能看见 那么这过程 这压缩呢 就用编码的过程 就把它呀 就编成 就就跟那个编那什么 编成一字典 这字典有什么 喇嘛 有塔嘛 有哑巴 有喇叭 是吧 有这些东西 就是一个字典 然后最后呢 再查字典 再把这个东西 给它解压出来 编码有什么编码器呢 XYD H.264 还有什么 DVX DIVX 等等 这个解码有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编码器呀 这个你必须得用这种 相应的编码器 才能够解压 就是你用这字典给它 给它压缩的时候 你还得用这字典给它解开 但是这字典不一定就是这么简单 它就是 它得根据这视频本身的一些特点 本身的一些特点 这视频本身呢 就是一些 一些风光图片的一张一张翻 它肯定 它肯定存在一些比较可能大的 这个压缩的可能 解压 压缩 就这么一过程 解压用什么呢 用解码器 比如什么呢 完美解码什么的 当然我不用这完美解码 解码器 用这个media player 就是这个系统自带的 这个成不成呢 那也成 那你也下什么 下解码包 就是你把这个解码器 安装在系统的 那个位置 安装进去 以后这个 这个默认的浏览器 这默认的 这个播放器就能打开了 是这么一过程 那么具体来说 都有什么样的 这个视频的类型呢 就是文件 文件格式呢 第一种是什么 就是FLV 对吧 比如我们经常上的一些网站下载的视频 在线播放的视频 就是什么 就是FLV文件 还有什么文件 AVI文件 AVI是一种风包格式 就是它是一个容器 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容器 对吧 一个一个容器 这是杯子 这是瓶子 这是壶 这是暖水袋 这是试管什么的 这都是装水的地方 这水呢 就是我们平常说这个视频 可以是水 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这个化学制剂 可以是这个橘汁什么的 不同东西 有的就适合这个 有的适合那个 接着说啊 MPG 它是从这个VCD跟DVD 这么一路发展过来的 MPG VCD对用什么呀 MPG1 DVD呢 MPG2 对吧 MPG3跳过去了 MP4 想想这MP4 就是这个 我们播放的这个 这这实际 它什么叫VCD呀 VCD就是650兆 然后能能播多长时间的视频 这么一事 然后是什么呢 RMVB Rail Networks 这可以可以以这个为关键字 搜它 对不对 这是干什么的 WMV 每一个扩展名是不是都可以搜啊 每一个扩展名都可以搜 对吧 哎 那么这个是微软的 这是苹果的 那么实际上这些容器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各个公司的利益 对不对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MOV 代表什么 代表苹果的利益 什么叫代表利益啊 就是说 就说你你你用人家的这文件格式 是不是也得给人家交纳一些专利使用费啊 人家是第一流的公司 做标准的公司 你呢 是做应用的公司 对不对 哎 这标准 显然就 他 他就是一个标准 对不对 比如我规定的 所有电池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得用用这种电池 对不对 我规定的 所有这个 这这这这这这种这种东西 全都按这个规格来 我就有了最主要的 这个这个这个决定权 哎 比如说我是什么 我是英特 哎 然后我我规定了这个CPU是如何如何 然后剩下的底下的这些这些厂商 是不是都跟着我的思路走啊 哎 我升级一次i3架构 再升级一次i5架构 哎 这这吧 是吧 来来去升级性能提高不了多少 但我掌握这标准 哎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来回来去升级 来回来去升级 从这个 从这个P PC133的 的 内存 然后升级到DDR DDR2 DDR3 每次升级实际都得花钱 是吧 哎 你掌握标准之后 你就掌握这个这个主动权 绝对的主动权 那么这块还是一个乱象 可以说是一个 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标准 这种文件格式标准 比如说DVD挺轻的 对吧 你可以DVD锐普 瑞普也七百七百七百兆左右 那怎么办 再二二二压缩一次 对吧 这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哪个好啊 AVI 它是一个容器 那容器到底什么意思 就跟你左边一个水杯 右边一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水壶 那么水壶倒到水杯 水杯倒到水壶 这个过程中怎么样 就是你从这种格式转到这种格式 再转回来 再转过来 转来转去 它肯定怎么样 肯定你有点洒汤漏水 对吧 尤其这种这种不同容器之间转化 它肯定有一些丢失 有一些丢失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注意 就得注意 不能不能转化的太多了 那么具体哪个好啊 你说哪个容器好 容器就没准 对吧 比如这这种 FLV 它就是适合网络传播 对吧 速度比较快 它有个别的这种 这种这个码错了 那怎么办 还能跳过去 就是说它那有一小方块 不清楚 跳过去 没事继续播 对不对 AYS怎么样 是一个 现在类似于一个容器 或者框架似的 XVID啊 什么H.64啊 什么都都都可以往里嵌 RMVV呢 它这个分成RMV RM和RMVVVV什么意思呢 Variable Bitrate 可以可以 所以一种是固定码流的 就是说一秒一一秒钟 就是就是这么多K 一秒钟就是这么多K 不能多也不能少 就是这么规定的 哎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你前面是彩条 比如说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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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几个色的彩条 哎 就见过这种东西吧 彩条 然后然后这一块呢 也要这么多的 这是不是就有点浪费了 那就是让它可以变化 这个这个这个传输的码流 WMV呢 压缩比还可以 但是就它它就是由微软 微软提出的 这是由苹果提出的 哎 视频文件的格式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Premiere吧 这里面我新建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有一些一些套餐 比如说我我点中这个时候 可以有什么呀 1080P和1080I 对吧 这都什么意思 时间基准25帧每秒 包括时间码 它也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是什么呢 视频 高度宽度啊 这个像素的这个这个比例 就是它的一个像素 它也有是1比1的 还是1点1比1.333 1.333比1啊 厂 什么叫厂 有什么 上厂下厂 有的说是高厂低厂 哎 这什么意思 哎 音频的音频有采样频率 对吧 哎 采样频率的格式 然后预览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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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码格式 实际实际 我发现这个选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什么 都是套餐 对吧 都是套餐 这些是从哪来的呢 DV呀 NTSC呀 包括PAL啊 这些都什么意思呀 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制式啊 有什么制式呢 NTSC 美国的一个制式 National啊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 什么意思呢 国家电视系统委员会 它这是英美比较早期的一个标准 它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套套餐似的 哎 你选了它之后 哎 它就规定什么 规定这个视频方面的就有高度多少 宽度多少 这个像素的长官比是多少 哎 这些给你规定好 真品率是多少 哎 等等吧 加速算法是什么 一套套餐就选好了 P制呢 P制是希德做出的一套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 有我们用PAL这里面还分型号啊 我们用PALD 它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N制N制的时候啊 它是有一些失真的 就是说它这个色彩有一些地方是失真的 P制呢 哎 就是相位选择航 这个有一种说法叫逐航倒向 哎 它解决了这个 这个相位失真引起的这个色彩 不不 这个变化不太合适的地方 还有一种呢 是法国的一种一种知识 我们国家现在用这个啊 PAL 但是现在现在好多往高兴转 又和又合体了 相当于 这S制是什么意思呢 sequential sequence 序列 对吧 color什么意思 颜色对吧 哎 就是彩色 这个就是序列 时序 彩色 记忆体 memory 实际这个法文跟英文 它就在这些一些一些比较抽象的名词上 还都是很相似的是吧 为什么在抽象名词上很相似 在一些具体的 比如猪肉羊肉 这这这这些名词上不相似啊 哎 这这这跟这个法国跟英国的战争有关系 是吧 然后就是HDTV HDTV 比如说外UV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他很像这个LAB模式 LAB 什么叫LAB来着 一个是亮度分量 两个是什么色彩分量 这是管亮度的 这是管色度的 那么这是一种这个N天 当然他这个不是绝对的啊 他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编号 那么首先就是分辨率 这是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这样 真频率 这是29.97 啊 这边多少 25 所以 所以你在使用这这这东西的时候 他他有的时候就是字幕啊 一个一个是N字的这个视频 加P字的字幕 现在带宽 可以看到P字作为一种后来发生的这种这种制式 他有一个后发优势啊 先发有先发的优势 后发有后发的优势啊 优势在哪 关键在于你的寻找 那么刚刚要说到一个东西叫1080P高清这块啊 1080P跟1080I 这什么什么意思呀 一个叫逐行 P是逐行 I是什么呀 I是隔行 比如说我们看这IBM 这这这这个 它是什么 哎 这是一行一行的 是不是显示器 它有可能这样 progress什么意思 progress 进度条 对吧 progressive 进度的 一步一步的 这是什么 interlace 什么意思呢 交错的 交错 一错开 这行 它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有隔行这说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早期的时候 电视的传输的带宽是有限的 你又要有亮度 又要有色度啊 这些都要有 它要有清楚 对吧 大小还得那么大 那怎么办呢 哎 就麻烦 他就就不够 比较小 那想出什么办法呀 就是错 错开了 分成奇数行一行 偶数行一行 这么这么来看 哎 你看 这就是 这就是主行的 那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就是隔行的 隔行就是说 我这一次先刷新什么 奇数场 下一次再刷新什么 偶数场 奇数场 偶数场 但是你在眼睛看的过程中呢 实际上 这奇数场和偶数场 它是分别来来动的 就是就是 它运动起来之后 你是看不出来 它的变化的 就是你 你这个东西 它不断的要在运动 不断在运动 你 就他 他这个刷新频率 一秒钟多少针 一秒钟多少针 29.97针 这是25针 就是你看不出来 电影多少针 电影24针 对不对 24格 对吧 这24针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你一秒钟的时候 他那一条刷新这个 再刷新那个 你看不出来 导致什么结果呢 就就跟那个 就就产生了这种 这种这种隔行扫描的方式 实际上电视这个东西 就非常非常复杂了 它这个某一个点的 这个这个这个信息 既是由时间所决定的 又是由空间所决定的 而且还有隔行和逐行 这个这种变化 把这个世界 它的这个是就很复杂 它它又最后来显示成RGB 那是最后 最后它有一计算公式 就是YUV和这个RGB之间的 这么一换算公式 那么他们这里面的压缩呢 主要分成什么压缩呢 一类叫introframe 一类是interframe 什么意思呢 一个叫针尖 一个叫针内 那么针内压缩的是 哪一类的冗余啊 针内压缩 有没有时间冗余啊 有没有 应该说没有 对吧 针内就一针 一针里面 一针就是一张画里边 一张画里面肯定是什么冗余 空间冗余 视觉冗余 这类东西 结构冗余 那么针尖是什么呢 针尖 是不是时间上也可能有时间的结构 包括时间的循环 对不对 时间冗余 针尖主要时间冗余 那么视频压缩标准呢 这个 就有一个什么呢 就有这个 这个 这个一个 一个组织 就MPG 这这么一个组织 那么这个组织呢 就是 所做的这种 这种压缩算法呢 就是MPG的压缩算法 MPG1呢 就是VCD VCD就是650兆 哎 大概多长时间呢 50 50分钟到一个 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 50分钟到一个小时 到60分钟吧 60分钟 哎 这么一个 一个种方式 那么DVD呢 DVD它就是什么 就大了一些 4.7个G 但是呢 它这个时间并没有 没有拉的那么长 但是这个 这个也 也有那种压缩 压缩DVD啊 压缩DVD 普遍 普遍来说 MPG2的这个 它是比较清楚了 比较清楚了 但是它到3没有 3跳过去了 4什么呢 4就到一种 一开始的时候 是要能够显示出来 就是合适 大小和这个显示效果 达到一个平衡 就可以了 再往后呢 是这个 呃 要清楚 DVD要清楚 高清啊 这高清 现在有人蓝光都不知足啊 这个 这个 我觉得我吧 看这个在线视频就可以 可以了 啊 我这要求很低 别把自己弄那么挑剔 那么那么 这个是这个 MPG4呢 就有一些这个 这个编码格式 它是一种 也是 呃 有好几种 这个编码都可以往里封装的 MPG4 越往后越是这种框架型的 框架型 它做一个容器啊 可 可 可以 可以容紧了很多东西 那么这里面就得提到一种压缩 这个 一种协议叫H.261 什么叫H.261啊 就实时传输 比如说实时传输 一个体育比赛 或者实时传输 一个一个现场直播 一个节目 那么它是怎么把这 这边就是视频源啊 视频源 这边是源头 这边是你看到的东西 中间加了一个logo 它是怎么把这logo加上去的 就一水印 或者或者一个台标 或者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什么什么PLU 什么什么 它是怎么加加进去的 怎么加进去的呢 它肯定是 有些实时的方法 对不对 怎么实时加呢 这就需要通过H.261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有这么一个事 一个叫压缩速度 跟解压速度的 对称和非对称 什么叫压缩速度 比如说我要压缩 就是我剪辑视频啊 我剪出一段 一个小时的视频 我要把它压缩 就是导出一下 那总共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导出完成呢 一般来说 这个压缩的过程 它有超过一个小时 它可能三个小时 但是解压的过程 就是我播放的时间的 可能还是一个小时 那么这就是压缩速度 跟解压速度 时间不相等 不相等叫什么呢 就叫非对 英文是三米追 对称是三米追 这个 它有什么好处 对称有什么好处 它虽然这个 压缩比不是那么高 但是怎么样 但是这个压缩的过程中啊 它这个实时性非常好 压缩速度跟解压速度 是一样的 实时传输 现场直播直接加水印了 哎 非对称呢 它就有 它就没假 哎 这是HDR61协议 我们看到一个这个视频的时候 看到这视频的名字了 哎 这名字的是写在这 我怎么看懂 哎呀 比如说这个名字 哎 Mr.&Mrs.Smith 对吧 史密斯夫妇 对不对 2005什么意思 啊 05年 出出品的 XYD XYD 什么意思 视频的压缩编码 AC3呢 音频的压缩编码 WAF呢 哎 出出这个这个视频的组织 或者字幕的组织 最后是文件的扩展名 哎 全都是英文啊 这个全都是英文 比如这个也是啊 The Monkey King 这是一个名字 对吧 啊 1964 64年出品的一个DVD Rip的版本 从DVD DVD转过来的 X264 X264 应该是H.264吧 反正反正这个 这个这个写X264 那么5Audio AAC 那么这个就是视频 实际跟这个是一样的 名称 出品的出版的年代 从哪来的 视频的压缩编码格式 音频的压缩编码格式 这个出这个东西的组织啊 这个这个是是是是是一个组织 那么文件的扩展名 哎 基本就是这样 这些东西都是英文的是吧 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用中文来描述这个视频编码 跟音频编码格式就好了 就是这个 这个比如说叫什么 叫什么什么编码 这个编码呢 实际是中国人发明的一个 哎 这扩展名 当然其实其实英文的就就可以 但是希望我们也有自己的文件 还有一些专门的意思啊 专门意思 这说几个吧 比如说CAM就是枪板 就是拿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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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DV机啊 在这个电视院录下来的 还要什么呢 还有一些适应的版本 DVD锐普常见的 最终版DVD转货转制过来的 从录像带转过来的 从TV转过来的 从高清TV转过来的 这个是这种什么呢 有水印的啊 有水印的 这是有一个字幕 这个字幕被压进去 还是没被压进去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 他没被压进去 对吧 可以外挂字幕 当然希望没有这个标记 但是这个 那怎么感谢制作人呢 这个 这个字幕组 好多都是不容易的 包括这字幕软件 这字幕怎么做 哎 这个以后咱们看看 能不能讲一讲 编码格式 有什么样是编码呢 先找第一个 哎 WMV 微软自带的 哎 WMV啊 它是这个 压缩比还可以 挺好的 这个再往后 HDR64 包括XVID 还有这个DX DIVX等等 这些 这个HDR64呢 它这个可能是一个 未来发展方向 哎 这画质比较好 然后以后这个传输速率 包括这硬件水平 这个 现在 现在都都号称 这个几个厂商 cinnamon 还有这个 NVID 还有那个ati什么的 都支持这个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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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这些主流的解码系以后都变成硬件的 不用软解 那么XYD现在比较多 现在比较多 它实际都在找平衡 一个平衡的是画质 平衡到两方面 一个是画质 还有一个是体积 一般来说画质小的 画质次的体积会小 对吧 那尽可能让体积保证画质的情况下 体积尽可能小 一般是这样 找到一个平衡点 还有什么呢 是AVS是我国自主开源的这么一种编码格式 其实并不是没有 但是这个东西呢 用的人比较少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 这个大家可能不是有 就是说如果效果好的话 肯定都用这种 对吧 所以说这个这个弄的从上到下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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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吧 弄的不是不是很很多人用很多人用 然后进步又不是很大 这个怎么说呢 这这做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好 但是具体大家用不用还得看效果 对吧 你说当一次小白鼠可以当两次可以 你说老老当 然后然后最后这个效果又很刺 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投票 对吧 自然而然就会就会就会不用这个 那么那么我们国家普遍来说 这个从视频这一块一开始是做DVD 对吧 从DVD就给人家交这个DVD这种专利 包括这个DVD编码格是什么呢 这MPEG2 从这个DVD的阶段就一直是在交这个DVD的什么专利使用费呀 然后然后就不能DVD的做什么呢 做编码器了 做解码器了 解码器还是用人家的这些这些算法 对吧 解码器 做解码器也得交这个专利使用费 什么时候有自己的这个真正的解码器呀 这个实际上长虹啊 包括这个这个这个华为呀 包括这个什么什么 包括盛大之类的 这些都可以去想一些办法 对吧 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这个大家肯定都会支持的 真的是由我国自主开源的这这种这种这种编码器的出现 我相信大家都都会用的 这个个个人啊 这个用一次两次 这个如果厂商主主推的话 或者或者他就是很好用 哎 这从业界他里面自自己有一些编码格式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 怎么才能有呢 哎 这整个世界都都在从模拟帮数字转变 这模拟数字编码准变中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编码 编码掌握在谁手里 哎 能不能有自己的这种编码格式啊 不一定是AVS 也可也可能是什么厂商的 如果做的好 我们大家都支持对吧 然后除了这些编码方式之外 还有一些编码方式 比如说这块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视频 这什么TVC的一个录像啊 这个视频长度多少 12分钟 那么12分钟怎么就会99K就搞定了 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里面存在什么呢 存在的是一些记录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 啊 酒农民采矿 然后如何如何 他就是他就是一套东西 一套东西 然后这个具体这个农民长什么样 或者这里面这个这个刺蛇长什么样 刺蛇攻击的这个模型 或者或者比如说是一些其他的3D的一些一些一些游戏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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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的3D的模型 这个3D这个生物走的时候的模型 行走的模型 移动的模型 这个生物 他这个攻击的模型实际都存在这个本身里面 所以我只需要下载一个什么呢 下载这么一个REP锐普文件就可以了 下载这个锐普文件 我就可以看这个录像了 所以他就可以压头子很小的 很像Flash里的元件动画 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 他做成一个元件了 做成一个元件 然后这个元件本身在这个软件里边 然后我们只需要下载什么什么元元件 然后比如说这个这个怎么运动呢 这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所以他他可以达到非常非常小的 他里面有很多什么 结构农余对不对 哎 这一类的生物等等的 这个也是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OCinvent 哎 喜欢画画同学呢 可以可以搜一下这个东西 Openconverse 哎 他里面有什么呀 OC OE OE的东西 OCinvent的一些东西 就是你看这 这个画他挺好的 他怎么画出来的 这个画得要怎么画出来的 哎 就是一些一些绘画过程 这都这都这都很快 为什么呀 他不是一个纯录像 而是他里面有一些元素的 这么一个一个绘制的过程 哎 这就是一些特殊类型的这个压缩编码了 可以达到非常小的程度 那么再往后看是什么呢 是这个数据的压缩类型 可以有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混合压缩有损 这是这是刚才也说了一个对称非对称 这会说什么 有损无损 你叫无损啊 就是压缩了之后可以原封不动的还原 没有损失 这个呢是压缩了之后不能原封不动还原了 那有损好啊 还是无损好啊 无损好还是有损好 无损的好处是什么 高保真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 压缩比他肯定差一些 他要求没损失吗 有损怎么样 他不是那么高保真 但是怎么样 可以压的比较小一些 哎 比如说图像这个 他就分成 有损跟无损两块 对吧 第一部分肯定是无损的 但是他压缩比比较低 啊 再往后一步呢 这就是有损的了 哎 刚才说的都是这个视频这一块 音频这一块呢 他有两大类的压缩算法 一大类是mpg这种啊 moving picture expert group 这种压缩算法 他分成三个level啊 我们平常经常用的就是mp3 怎么怎么来的mp3 他就是在第三个level level上的 这样这样一个方式 包括mp3pro 哎 他是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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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的压缩压缩音频方面 还还有一种呢 他先说这他怎么压缩的 他压缩的方法就是基于那种啊 我在这大声喊话 然后轻轻拍一点后腰 然后把这个这个不是很重要的声音给他过滤掉 哎 就就是听觉冗余 然后就是ac3ac3呢 他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音频的解码器 那他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他是以前有公司叫杜比公司啊 他也降噪是吧 这个在这个磁带领域 挺多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总共这个音频是20到2万 对吧 20到2万 那么那么实际上我们最常听到的这部分怎么样 这可能到这个到到到100对吧 这个这个到比如说这是一一一千五 甚至哎 这个是什么一万五哎 一万这就是说常用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常用的从从这个 这个比如说40左右40到50吧 哎 这块越往这个里边怎么样 越能够敏感的地方 他划分的这个频段 他就越细 越细越这个远的地方 比如说这一万五到两万可能就划一个 为什么 因为他这块都属于不敏感的或者听不到的部分 他就越粗 越这个集中这个能够100100左右 这个能听到的部分 100200这这种部分 他就越细越往这边他越粗 对吧 越往这边越粗 那么用这种这种不同的频段的方式编码 来解决这个这个压缩中的问题 好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这个信息 我们现在能不能看懂一些 比如说这个打开这个文件啊 多媒体信息这个文件 就查看他的信息嘛 都有什么样的信息呢 首先就是general 什么叫general啊 哎 总体来说的这一块啊 分成三块吗 不是说general是一块 然后video是一块 audio是一块 那么这个general这块 第一个是什么complete name 完整的文件名 包括路径 后边什么文件的名啊 路径和文件名 三后看 这是什么format 什么意思 哎 格式什么格式的 他是mp4的 这个格式的一个一个一个剪影之类的东西 总总总体来说啊 base media 编码的id啊 是这个文件的大小 2.95兆 2.95兆 duration啊 during是吧 持续时间 那这能不能翻译成中文 应该可以吧 哎 那么overall bitrate 总体来说的 这个叫做这个 这个码流 或者或者这个bitrate 啊 bitrate这个东西是一个率 对吧 rate这个东西是一个率 那么bitrate呢 就是一秒钟 这个经过多少个bit 哎 是这样的 小写的b代表什么 是bit啊 如果大写的b呢 就是byte了 啊 后面什么呢 encoded date targeted date 啊 这是做标 做标记的 这是做标记的时间 这是编码的时间 往后看 哎 基本上差不多是吧 基本上能看懂一些了 那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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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 这一块是什么 videoid id就是他 他可能是一大堆有一个序列 是吧 第一个 格式啊 mpg4 video format profile 这 这个 他就是这个 对吧 哎 simple l3 可这 这些具体来说 就是那个mp4的设置了 对吧 mp4的设置了 mp4的设置了 mp4的一些特殊的参数 啊 这是什么 h.63 那么这个 这个好像也能看懂 是吧 哎 是一个协议 哎 这个 id 20 持续时间 39秒 这是什么呢 哎 这个是 这个码流 这是视频的码流 的模式 视频码流的模式 是什么 constant 除了constant 还有什么 verriable 就是可变的 还是固定的 就是一秒钟 他通过的这个数据量 是固定的呢 还是可变的呢 constant是什么 固定的 对吧 哎 走走看 这个 这个码流 码流是500 500k 一秒钟500k 啊 宽度 252 高度 288 哎 这都是像素 显示的这个长宽比 就是他一个像素点 他的高度跟宽度的比 是什么呢 哎 是1.22 frame rate mode 什么意思 哎 这个是 针 的 频率的 模式 就是说 他是固定 他一秒钟固定 是多少针 哎 这就是固定的 constant是固定的 verriable呢 就是就是可以变化的 那么那么 他的具体的是多少呢 这就是 一秒钟肯定没跑15针 一秒肯定没跑15针 哎 那变的话 可能这这一秒15针 下一秒25针 这这都有可能 哎 他变化少 一秒钟可能一针 这这都 这就可变了 resolution分辨率 是吧 24位 真彩色 scan type progressive 什么意思 什么叫progressive 哎 什么叫interlace 是吧 哎 什么叫交错 那么这个就说到一个 刚才说到一个高厂优先 还有一个低厂优先 哎 或者说 他是不是什么叫高厂 一个什么低厂啊 是不是叫有 他是一条一条的 有一个是什么 他是高厂 哎 技术行 那时候他就是 是高厂 比如说他一次刷新技术行 一次刷新偶数行 那么到底应该是技术行 还是偶数行呢 哎 那能能 那他总共三种选项嘛 哎 就是这这这类选项有三种 一种是高厂优先 一种低厂优先 还有一种是基于真 如果说是 主行的 那没跑肯定是基于真 如果说是隔行的 那么一般来说是低厂优先 哎 这这这这这 这是一规律 当然你说规律 规律也人试出来 对不对 你说我 我 我不去 不去相信这规律 那我试一下 哎 三种可能 让我对比一下 是不是也可以啊 哎 Scan type program Progressive Bit Pixel 乘以 Frame 哎 这这就是像素 这个是这个码流 然后除以 这可能是相当于 集团压缩笔的一个东西 啊 这是码 码流 然后这是什么 这个针和像 针程像素 这样的一个东西 啊 Stream Size 这是什么 视频呢 它的它的总 总的 总的容量占79% 总共它不是 22.9左右吗 是吧 哎 然后语言语言用的英格里 啊 这个这个当然了可以选 那么incoded data 这还是编码时间 这还是做标签的时间 视频这块就说完了 哎 再看后边什么 Audio部分 Audio部分也不老少 是吧 也不老少 那么就这些 ID是2 Format AAC 是吧 什么叫AAC啊 Advanced Audio Code Code OK 那么那么这个code 加一C就是编码器的意思 那么Format Version啊 这个是格式的版本 是4 啊 它的剪影是 是什么 是LC啊 这个Setting 呃 是No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这是40 这时间长度 这个Bitred Mode 这这个也是 这个但是这个不是视频的了 这是什么 这是音频的 音频它这个 一秒钟的这个马流 或者一秒钟的这个 呃 需要的这个 呃 文件 文件的 需要的这个 这个处理的 这个呃 带宽 也是固定的 固定的 就是一秒钟肯定是多少 肯定是128k 肯定128k 然后它有几个通道 这俩通道 实际没有 必要俩通道 是吧 啊 这个通道的位置 一个左 一个右 当然 当然如果 如果说五个通道 那它肯定就是那 那那种影院级别 是吧 Sampling Rate 采样频率 啊 Resolution 量化位数 16位声音 这个比较高质量 Stream Size 就是什么 就是说它它这个呃 是音频流所占的这个比例 差不多是20% 哎 这个语言哎 加这个这个编码时间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时间 当然我可以把它复制到 剪辑板之类的 那么这次呢 主要讲的就是这些啊 好 谢谢大家 再见